大家好,我們是博愛醫院歷介總理人療館 梁靜多學校的學生 我們發現學校的平均等電梯時間超過三分鐘 令多位老師聚集在合窄的等電梯位置 加上要共用電梯的按鈕 大大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聯網技術 再加上市面上升降機系統的優點 去解決雙宿的問題 我們決定設計一個手機APP和模型裝置 智能搭鈕快分為兩個部分 用Microbee配合的Kidon Ball 去製作的升降機模型 以及用App Inventor 2 製作的APP 第一個功能是等電梯法 我們透過MQTT連接派密聯網 從野手機APP片視電視實時位置 用家就可以清楚知道電梯去到哪層 有效解釋等電梯大堂人群聚集 第二個功能是預約搭鈴 用家不用接觸電梯就可以用App 指定時間的遙距按鈴 電梯到達前一分鐘 還會有短信和語音提示 相關資料就會傳送到Google Sheet 升降機公司可以分析大數據 來推算升降機的繁忙時段和流程 第三部功能是實時偵測流程人數 每個流程多設有KRI鏡頭 可以實時顯示等電梯人數 利用家知道電梯的實際使用情況 我們可以透過機械學習 去預測等電梯和搭鈴的人數 配合剛才說的大數據分析 電梯就可以適時優先去到較繁忙的流程 還有Y 今後的鏡頭 航空手機都學用了AI鏡頭 無法航空手機之餘 就可以減到安裝成本 在未來我們都會繼續研究 智能變應人環出行時間 並計劃與政府比較合作 連結現有的Apps 令智能達這功能更完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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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